最近天气越来越冷了 但是还好爱可以给你 很久的温暖 所以呢我们依然相约在这个 非常完美的舞台 为你找那个可以给你温暖 可以过多年 而且今天是我们新一季 非常完美的第一期节目 我们迎来了在肌肤问题上 非常暖心的国本书一国 同时我们也有在情感问题上 非常暖心的我们的情感导师 欢迎两位 欢迎我们的新朋友 陆琪老师您好 哈喽 谢谢女士老师 大家好 我是陆琪 爱是心动 爱是感动 但爱不是狼动 所以悬而不决 问陆琪 帮你们分析女嘉宾的 真正的内心和性格 谢谢 哇 新来的指路人哦 欢迎我们的老朋友 珊娜老师您好 大家好 非常开心 再次来到《非诚勿问》 我想说的是 最近有一句话我特别喜欢 是这么说的 与君初相识 由于故人归 所以我希望我们今天在场的男嘉宾 能够碰到那位 让他们一见如故 又是初相识的那位女生 祝福你们谢谢 然后就 魏晨 然后就 然后我还加入后援会 然后每一期的那个活动 也不说完 不觉得 你这么一说完 觉得还蛮上的 对 这次你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个 外号了是不是 琴歌王子 啊啊啊 那个 挺突然的 挺突然的 怎么了 我当你觉得自己担不起琴歌王子这个称号吗 啊 我觉得 我唱琴歌确实是 有有两把刷子 但是 这个人要逼丢 第一次看到这个话自己 我唱琴歌有两把刷子 没事 祝福回来了 你俩可以 可以唱唱一首 唱一首《我的太阳》吗 好 让个几句好了 好 专业的 专业的 哦 啊 好可爱哦 他唱歌的时候 不知道往哪看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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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可爱哦 好可爱哦 五十行男 李廷你给大家解释一下 哈哈哈 时间关键比较比较 在意一点 然后 你搞啦的话 你还不知道怎么就问 比较 身材吧 比较去腻 А 这是 然后高小一点 比较高ich 可能是因为前几期播出来 我当时不是说 我在美国的时候 开中网红买卖 有这个关键吧 议成的是什么 阳光少年 大家一看就看不见 这个很简单 我在这边都是阳光 阳光玲你的是什么 我的是阳光学霸 那你看他是学霸 你是少年 我年轻 那今天呢 我们两位女嘉宾 准备好了 他们依然有题 要考你们哦 接下来请女嘉宾 做话题选择 喜欢一个人会告白 我觉得五号 五个第五个挺好 你觉得呢 喜欢一个人会告白 喜欢一个人 你会告白几次 感觉是一个 有坑的问题 有坑吗 没有 我觉得一次吧 比如我叫你去吃饭 你同意了 我叫你去看电影 你同意了 就在很多前例下 你都同意了 他的前期的条件就是 你对我也有感觉 对 我可能就跟他告白 不然就是零次 对 李星潭 我觉得我可能会告白很 就是哪怕追 跟我一样 追到了我也 怎么会这样 因为我感觉 要需要表达 你的爱 对 对 杨卫老师 我觉得 喜欢一个人应该是终身的告白 哦 告白一定要不同 不愧是老师 告白一定要有变化 告白一定是你的幸福 和你对他好的 不断的迭代 这种告白才是有意义 不知道他们听了男生的答案 会做出什么样的心动选择呢 接下来有请女生选择心动男生 好 过去 啊 新的活动 如果我会就都答对你 勇敢的说 喜欢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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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校的心动 好 我们的心动男嘉宾 已经选择完毕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请女嘉宾 正式登场 渐渐的来揭晓他们心中的答案 进入到我们的背影初体验 有请女嘉宾走进香味杯 本节目由赶走问题机的 果本书与果独家冠名播出 欢迎两位 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完美问答 通过十个关键词 来了解一下他们 李星潭 只一遍 所有的问题 我不会回答第二遍 别人问我第二遍的话 我会觉得你不太尊重我 好 第一套房是我哥哥帮我付的首付 那每款谁给你付的 凌晨三点 有一次我凌晨三点自己在家 然后特别想看海 然后就给我朋友发了微信 然后凌晨三点他就开着车 带我去看大海 我在好奇这个是男生还是女生 女生 好闺蜜 不知道我激励吧 就是我原来胖的时候 后来到我瘦的时候 我用我的照片去激励我哥 然后让他减肥 也可以激励我 可以你等下看的话 删除了 我之前有一个特别好的闺蜜 然后她有一次我发现她跟我喜欢的男孩子有发暧昧的消息 然后我就直接把她删掉了 那男的删了吗 男的没有 我会删这么十万块 是我之前有一段特别贪玩的时期 然后把我妈妈给我存扣的十万块钱的创业基金 就存完完美了 跟男朋友一起完美了吗 没有 我就是自己出去玩 后面会想到 对 没事 没事 的话咱们出来好好的一个一个追问清楚 那接下来呢 我们的男生马上要做出自己的第一轮选择了 在这之前呢 女生有话想说 我找男朋友的标准是 宠我宠我宠我 我是为了一个人来的 然后我想看看照片是否与本人符合 有目标而来 哎有目标而来的啊 接下来呢 有请男生做出自己的第一次座椅选择 过来吧 张阳你想过去吗 我坐地上吧 我也可以坐地上 我的天哪 可以可以可以 今天可以可以 我们现在这边这个这里的女嘉宾 很吃亏哦 我觉得有原因啊 第一个是他有为了一个女生来 为了一个男生来的 那我们其实很多都是新人 对呀 不能为我们来的嘛 还有另外一个人 10万块创业期间被玩完了 那个不服男子坐我这边 哎 为什么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这个女嘉宾 她不管是为谁而来 但是我觉得女嘉宾如果出场的话 她如果看到这边会感觉有点 对我觉得还是要给点面子暖男 那我们第一次的阵营选择 三把空影和两个板凳位 看看我们的女嘉宾正式登场以后 会不会有所改变 接下来有请女嘉宾正式登场 本节目由专注宝宝肠胃健康的 贝博尔羊奶粉特约赞助播出 你好 来给大家打个消息吧 哈喽大家好 我叫刘岳 然后是成都人在杭州 现在是个舞蹈老师 喜欢唱歌跳舞 欢迎刘岳 大家好 我叫黄 我们今年24来自广州 目前在广州跟 伙伴然后开了一家传媒公司 欢迎两位 刚刚一来就给大家提了一件问题 喜欢一个人会告白几次 那现在这个问题想问你们 如果喜欢一个人 你们会选择告白几次 我会告白凌次 啊为什么 没有机会 哦就是你喜欢的人 刚好也 对凌次啊 跟靳总的这个观点 有那么点类似的 我还给女朋友 还给女朋友 所以如果是你 你会告白几次 我有过一次经历 是喜欢一个人 一年 然后我告白了三次 第一次的时候呢 就平时吃饭呀什么的 都会叫上我 然后我就第一次给他告白了 他也没有明确地拒绝我 就是他让我感觉 他可能是有一点点喜欢我 所以我会再去争取第二次 嗯 对 然后第二次的话 我就发现我那个闺蜜 就刚刚有讲到 哦跟她暧昧那个 然后跟她在聊天 聊 对 然后我说你明知道我喜欢她 为什么还要跟她 就是说这么暧昧的话 她说我们就是开玩笑 然后就说她只是我的哥哥而已 第三次是 我跟她一起去她兄弟的生日会 然后 她呢就是 看着现场有情侣的 她就开玩笑说 哎呀你们什么时候 给我介绍个女朋友呀 然后我当时就坐在旁边 然后就忍不住了你知道吧 因为我已经明确了 就告诉她 我喜欢她两次了 然后她还带我来 然后 嗯 然后我就 找个借口去厕所了 然后 我就给她发消息 我说我走了 然后我说 我喜欢你 我是 最后一次告诉你了 这是已经是第三次了 我不会再 就超过第三次的 告诉你 我喜欢你 直接就 不再联系了 没关系 都过去了 今天在我们这个舞台上 你刚刚是说为一个人而来的 对 然后 我需要再 看一下 我想问一下 那这个人 她的照片和本人 现在你看完相逢吗 你还没关系 你还没关系 给我错了位子 赶紧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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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要能接下 那确实我 我刚才听女嘉宾说的这个 有很多点 跟我也很相互 我有一个 就是我也有一个 女孩 就是在我做事业之前 就有一个女孩让我就是说一直去追逐 但只有直到我最后一次在我生日 我生日是2月14号 然后我选择在情云情人节对她表白 然后我准备了好多的惊喜 然后结果中午跟她吃了一顿饭 这顿饭她却带着她闺蜜说要她她要介绍 把她闺蜜介绍给我 我当时真的很难受 我那时候直接就是真的心回忆了 我也是属于那种 就是 呃 她叫我 就是随叫随到 不管我有多忙 秒回微信 我每天接送她上学 去吧 你两个也太像了吧 确实挺赞同 很多点跟她觉得很契合 我真的还相信了 会不会真的是我 哎 等会儿 什么情况啊 等会儿 祝福 祝福你回来了 我觉得这女孩子的经历跟我有点相似 也跟你相似 是吧 太惨了 没有 其实我没有觉得很惨 我是觉得因为我喜欢她 我愿意为她付出 就其实自己是满足的 一个一种心甘情愿真的 对 都是有意义的 对不对 不管结局 我发现今天其实两位女家 跟她们的观点其实是相反的 就好像黄荣 你是属于被动型的 而刘悦你是主动出击型的 对不对 对 这样 有没有点什么礼物啊 才艺啊 先带来给大家的 哦 我给大家跳个舞吧 舞蹈老师 是不是 来 稍微唱 好 雪花飞舞的冬天 雪花飞舞的冬天 那年我经过你的门前 我们一起漫步的那条街 再遥远的冬天 再遥远一些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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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我好吧 你好你有什么想说 那个我注意到这个小气节啊 那张女嘉宾有一个这样的动作 我就是在想这个动作 是不是会递给她这个心动男嘉宾 然后呢 是不是看着心难做的 我觉得我觉得我觉得她只是为了 就是这个方向 就是我 然后做完 做完还照了一下 哦 哎 再替我观察一下 当时 听到他们在戳合 李星坦跟刘岳的时候 心情有点复杂 嗯 有点低落 那你有没有带来什么才艺 可以跟大家 我带来的是游戏互动 哦 怎么话怎么猜 嗯 你来选好不好 一成 一成啊 一成 来 李星坦吧 哦 接下来的互动 由女嘉宾画 男嘉宾猜画的是什么成语 书的男嘉宾要牵手腾法 看到了啊 好 我给大家看一下题目 这个 羊 是成语 成语成语 四字成语啊 荒羊普郎 得意羊羊吗 话题文字 羊在这圈里 羊虎口 哎呀 这是虎口 对不对 好 来看 厚啊 虎口 哈哈哈 来看下一题啊 蛤山 一共一山 哎 第三 来 来第三集 腰 又是个腰 又是个腰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摩摩骨 牛 我对牛弹琴吗 哈啊 这一个疯的 这个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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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什么 看来球 画饼 篮球这么大 什么 哇哎 画饼 他总结别人画饼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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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挺对啊 哇 牛 哎 哎 你偷看题不了吧 没有 看下一题 嗯 天哪 这谁说出来的 约细议程 对吧 啊 三二一 我 好嘞 所以呢 天悦可以惩罚李金谈 肯定给我挖车 哈哈 随便你罚天悦 但是要不我罚你跟 那个娘咪 稍微跟 你送人呐 哎可以 哎呦 到底是谁的惩罚 到底是惩罚谁呀 哈哈哈哈 哪有什么关系 惩罚我就好了 你们 我来 越想起来 有点过去啊 好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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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我在那个月 跳舞的时候呢 觉得很放松 然后很投入 我看到这种状况 就是有一点点 哭笑不得 对 不是很开心 就觉得 要是自己会跳舞 就好了 接下来 有没有想来挑战一下 我来 画一个吧 哦 就是很简单 哈哈 星星月亮吗 月亮 月亮 星星 月亮 月亮 李星潭 不要懒月 哦 那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 这个叶子 代表人家 不能忘了 这是叶子 就是你 就是你 我 有月 有月 爱 月 啊 我不想让大家误会 所以想更快的表达 你那边性格非常不错 然后很热烈 开了 快等会 那你这是表白吗 对 所以我今天就许为了 那不用 我本人比照片帅 有点突然 因为我一直都觉得 我是照片 就是我本人比照片帅 要比照片还要帅 然后 这段一定要扑对不对 这段一定要扑对不对 要比照片还要帅 要比照片还要帅 这还行 她是一个很有眼力的女生 你还没想过了 你还没想过了 你也觉得好像就是我 我确实 确实来这个节奏这么长时间 还没有你说过告白 好 那谢谢我们的三个男嘉宾 朋友刚刚是说 有一个丑照来激励减肥的故事是吗 哦 这个是我 这个 就是我给他发 告诉他哎 原来我长胖的话就长成他那样 可是如果他瘦的话就长我这样 是那个给你付首付的哥哥吗 不是 啊 我 哈哈哈哈 我有三个哥哥 我大哥就是 他是帮我付首付的 我三个特别疼爱我的哥哥 二哥呢就是从小到大 就是接受我上下学 我每次 如果学校 如果下雨的话 他就会背我回家的这一种 然后我三哥的话就是 他只年长我两岁 所以我们从小到大呢就是 所以打闹说 我把吃剩下的鸡骨头 他把吃剩下的鸡骨头就扔我碗里扔汤碗里 这种 就是打闹行 跟我妈妈好像 我妈妈有两个大姐二姐 还有大哥二哥三哥 我妈妈家里最小的一个 所以妈妈的性格也是 就是从小也是被宠着长大的 然后而且我爸爸找到他的时候 确实经过了他家所有人的心理 我当时也想问就是说 如果你找一个对象的话 会不会要经过你大哥二哥三哥的考虑 哈哈哈从小被宠到大师家里的团宠 找男朋友对男朋友的要求会不会更高啊 对嗯 还可以吧哈哈哈 我真的真的好羡慕他有那么多哥哥 对能够疼他然后 所以我看你皮肤这么好是 我前段时间我跟你说我暴斗就是特别敏感 然后然后就是特别的就是烂脸 然后最近就是用了那个果本 输液过然后用了之后 特别好就是整个脸就是舒缓了很多 然后缓解了我皮肤很多问题 现在看到我就暖心的好能手啊 回去魂飞干魂的 但是我不得不说一句我也好羡慕你 有三个哥哥 其实我在这里还发现了第四个哥哥 什么 哈哈哈 第四个哥哥 星团特别长得像我堂哥 哦 星团长得像你 好 堂哥 辛苦了啊 点道而来 好了表妹 哈哈哈哈 他确实长得挺像我堂哥的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 想跟他多点互动 哎 既然你这个表哥都找了 那你看现场这么多哥 大哥二哥三哥都安上算了好吧 嗯 来谁像大哥 今夜特别像大哥 为啥 有钱 有钱的大哥 哎 来二哥二哥在哪里二哥 二哥 像灵笔 啊哥好 大哥我想要一套房了 哈哈哈哈 我是一弟啊 我是二弟啊 给妹妹输手 男孩要多努力 嗯 好 那三哥呢 我觉得我像一个瘦下 应该会跟一蠢一样比较可爱 哦 我小时候还真挺胖的 来来来 这个人都到齐了 我这个全家福给你们 准备个 哈哈 来吧 哥哥们 需要个大嫂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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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GM 请多放 全家福有了啊 当时我就觉得 我们站在李星团的旁边 我就觉得 挺开心的 心里有点疼 我就喜欢看到这种 喜乐融融的场景啊 好 其实刚刚 月月也有说很羡慕她有哥哥 你们家呢 你家有哥哥姐妹之类的吗 我虽然没有哥哥 但是我妈妈 很爱我 然后她会把她最好的都给我 嗯 就像之前讲到的那个十万块 其实 以前都是 每天都在学校 然后要么就工作 就没有玩过 就像圈养的野马被放出来一样 然后就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 不买奢侈品 然后也不干嘛 就是 存玩 其实我自己 也存了十万块钱 就整整 二十万 对 二十万 就是 因为当时 像买机票那些原价投等舱 我眼睛不眨 都买 就是不管飞哪 就觉得自己很开心很放松 因为暂停了所有工作 然后我没有收入 然后 有一次 我是已经没钱了打车 你知道打车 五十块钱 我都找朋友姐 然后那天又下雨 我就从我们家小区门口走到单元门口 就 大暴雨 我没有打伞 然后 就慢慢走 边走边哭 边走边哭 就反思自己 为什么 就会变成这样子 然后就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后面 一年多到现在 我做了自己的工作室 然后每个月给妈妈 补贴 其实这个补贴就是 一妈妈是觉得 给你的就是给你的 不是欠 但在我这里是这样子 我是认为要还给她的 所以我就慢慢的再还给她 就把这个钱就 全都还给她了 你现在就是一个 细缩的过头 你在自己摔的胶中 突然间长大了 对 就是有这么一瞬间长大了 我真的有一段 比较相似的一段经历 因为我当时在东部沿岸 因为在波士顿 经常会下雪 当时爸妈去看了我之后 觉得 你再买一辆就是说 吉普或者是越野 一点SUV的那种车型 而当时就给我打了大概 三万多美金 也就是折合人民币二十多万吧 结果 这个钱 莫名其妙的就被我打游戏给花没了 但是 当时我的这个经历跟你是一样的 就是说我觉得 也是特别对不起父母 我也不知道怎么去说 然后后来我爸妈也都知道了 我爸爸 我爸爸当时就给我一句话 可以了体验过了 就是你体验过了 你就学到了 以后知道该怎么做了 这也关系到我后期 就是说我赚到我自己的钱之后 先买房后买车 可能我觉得这样的一个顺序 是一个成熟稳重的做法 可能真的也是让我一个成长的经历 我也特别 真的特别理解你嘉宾这一点 我之前就是有踩过雷 当时就有一个男性朋友 然后认识的 他决定加入 因为是投资嘛 三个人一起 所以每个人都会出一点钱 当时那个男生他负责去找房租 房子 对他负责房租这一块 他去找了房子以后 他当时说 他说他的卡 就是 现在转不了钱 他是这样跟我说的 让我先把租金给他 就是我们交换一下 就我来付租金这块 我说好 我二话没说 把五万块钱房租转给他了 但是他就 跑了 跑了 对 他是为了骗你这个租金 才跟你当负责 我不知道 就到现在我都没有找到他 这坑就是三句话 你信错人 你跟错人 你用错人 这是创业最容易拆坑 那三个人 之前我有个经理 非要管我几家最重要的店 一个是西单俊泰 共住坟 翠伟 这两个在北京都是 费用也很高 也很 他说进口价 我帮你管 我要管不好 我工资不要了 结果他就管这几家店 一个月给我亏了三十多万 这也是我一生的一个教训 你也是创业起来的 对 也有共同化体可以的 你的经历有他们那么惨吗 前两年创业 有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运营 然后呢他就想挖我 然后最后呢我觉得他能力特别强 我就把他反挖过来 然后我们就一起创业 他真的特别好 在我认为这件事情完全不可能做的时候 他做到了 他跟我说一句 你放心 你不能的 由我来 哎 等会儿 他男生女生啊 男生 特别是喜欢你啊 由我来 这好宠啊 不是不是 真的就是朋友 所有人都在宠你的感觉 对 就是我发生的不好的事情 他们就是 愿意为我扛着 我就觉得我真的挺幸运的 就是我跟大家不同的就是 我感觉我生活里就不管是友情也好 爱情也好 基本上都是付出型的 像有一次就是 我跟他刚分手没多久 然后我知道他生病了 但我还是喜欢他的 然后 因为我有问朋友他近况嘛 他说他感冒了 然后我就去买药 买药呢 我给他送到了他家的门口 他家门口有个板凳 然后我就放在凳上 我给他打个电话 我说 我叫了个外卖 给你送了药 在你家门口你拿一下 然后我自己走了 就没有告诉他 是我自己送过去的 蛤 为什么呀 为什么呀 因为 已经分手了呀 然后我只是做 我当时做这件事情 只是因为我觉得我还喜欢他 我愿意做这件事情 所以他们两个的性格真的 完全不一样 一个会去主动出击 一个是被动等爱 月月呢 她其实没有安全感 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姑娘 只有在最后的那一时刻 实在躲不过去了 才能怯生生地跑出来说 哦 不是 其实我喜欢的是她 在这个时候 就是和她走在一起 那个人必须承载很多东西 这种承载 不是承载你给她多少 而是要承载她无穷的爱 她会 她会给你们很多很多的爱 这种爱 其实也是一种压力 月月月 你有没有一种感觉 觉得自己的人生有的时候 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特别的凄凉 就 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吧 反正我是觉得 我都 我都 我都对你那样了 你啊 却感受不到 然后 就是因为你都对她那样了 尤其是一个女孩子 如果无条件的对一个人好 别人就不会把你这种付出当宝 不会去珍惜 我付出了很多爱 我得到的爱真的就是太少了 所以就没有忍住了 眼泪她就自己流出来了 女嘉宾是一个特别愿意付出 照顾他人 然后勇敢去爱的女孩子 她内心还是很柔软的 缺乏安全感 并没有她外表表现在 那么直爽和活泼 其实我 我还有一点就是 我从来不会在 自己认可的人面前 让就是让她看到我的脆弱 对 从来不是 对 我特别欣赏月月 因为我特别特别理解你 我知道你为什么 要把自己变得强大 因为你想保护妈妈 因为我自己成长了 然后有了自己的工作 然后因为我吧 我的爸爸妈妈 现在又好了 又复婚了 对 中间她们整整 离了有九年 刚好就是你成长的过程 对 整整九年 我这边想换个位置 来 欢迎 啊月月她是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姑娘 我就是不是说付出型的人格是不好的 因为我自己本身也是个比较细型的人 来林斌 为什么来到了黄荣这边 我是她二哥呀 啊 啊 我换回来这边呢 是真的是我更向往 荒荣这样的女孩子 阳光向上等等积极 啊我不知道是不是能能够那么宠她 但是呢 我是向往这样的爱情 我内心还是挺开心的 然后内心有小窃喜 嘻嘻嘻 好 你想当表哥呢 人家想当王子 不是我想说一点啊 我在生活中特别自信 特别阳光 对 因为你知道吗 我们现场今天真的有一个超级大的反转 本来我以为第一次出现了 这边有三个空座 这边板凳都不够做的情况 但直到现在你看 现在反而是粉色阵营人多了 也就是说 截止目前为止 支持你的人数多一位 所以悄悄化特权的权利 在你身上吧 悄悄化我就不说了吧 大家都知道了 对吧 那我现在拿一个东西 就是这个是我平时补妆的镜子 然后给你 然后你先照照自己 然后整理一下 找腰匙 你先整理一下 然后一会儿要帅帅的 谢谢 哇哦 对 接下来你们可以选择去到心动告白间 大声勇敢把爱说出来 你也可以选择去到我们的香语碑 等待爱的降临 两位 做好准备了吗 准备好了 舞台 交给女生 一家新炮鸭掌 酸辣开胃 让您生活更美味 本节目由一家新食品 特约播出 接下来是我们女嘉宾的告白时间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呃 我现在给她打个电话 呃 敬艳你有听到吗 你的手机在响 我手机被起上去了 你白打了 不是 你看一下你的左手像不像你的电话 啊 你要不要换个地方坐走 我有些话要跟你讲 本节目由邓老枸杞姜茶指定赞助播出 邓老枸杞姜茶双姜的温热更暖心 我是想让她做那一个 我打电话就能来到我身边的人 我要说的话有点长 所以你找一个地方坐一下吧 我前几天 在电视上看到一个人 就我第一次看了他以后呢 还想看他 就把他的所有 全部都看掉 看了一遍 所有节目 不知道 照片和本人相不相符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 这人靠谱吗 我能去见见吗 我觉得想见就见吧 我觉得人一辈子后悔的 不是说做了什么 而是没做过什么 嗯 但是呢 我已经明确的告诉过他 我喜欢他 他也没有说 喜欢我 你说我还要向他告白吗 我觉得应该 他想说什么 好 好 那你说的话你要负责哦 呃 我想一想 所以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所以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毕竟有一个人 这么愿意花时间和精力去了解我 知道你喜欢有腹肌的女孩 我在上大学的时候 每天都练舞 然后当时是六块腹肌 但是很遗憾 就是照片没有保留下来 但是我现在跳舞是有马甲心 但是腹肌还差一点点 我想解释一个啊 就是 我说我喜欢有腹肌的女生 我只是说把一个 人对自己的追求和规划 给它具体化了 我并不会说 看着一个女生 哎你有没有腹肌啊 我想看你有没有腹肌 这种 这肯定不会了 坐会儿 你先坐 好 你知道吗 因为我觉得 正确的价值观 很重要了 以前有人会说 就勤俭吃家 不如能挣能花 这句话是完全错误的 勤俭是 我们民族的美德 更是一个人的美德 所以无论你什么经济条件 都记住勤俭 勤俭这个东西现在 对于现在我来说 能坐地铁就不打车 对 我说这个勤俭意思是 量入维俗 不是说自己一定要穿不好的 吃不好的 这个穷苦不是勤俭的标志 其实你是个没有安全感的女生 我也是一个极其没有安全感的人 我讲一个故事 有一年我爸妈退休了 然后我在外地出差很久很久 然后回到北京一下 看着我爸白发长长 当时我就说 爸你怎么这样了 头发怎么这么快白了 我爸说儿子你不知道 其实我头发早就白了 只是说现在退休了 我不用再在外面装给别人看了 所以我也不用再去染黑发了 那个时候我就想到 我的父母真的是老了 他们的衰老我竟然都没看到我 而就在那么一刹那 让我知道我没有安全感 他就是一个特别成熟的人 然后也特别的有智慧 然后是值得依靠的一个人 我现在的状态就是 我的所有都已经解决完了 然后我自己还帮助我的朋友 曾经帮助过我的 我现在好的是至少 我喜欢的人坐在了我旁边 我不是说过我会表白三次吗 敬业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我喜欢你 三次 想最后争取一下 把我的三次告白都给他 我 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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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对 我 但是我觉得两个没有安全感的人在一起 不会有什么结果 这是之前其他女生没有对我做过的事 我觉得女嘉宾真的很喜欢我 她也很愿意主动表达她当下的意愿 我希望我没有辜负她 虽然我们没有在一起 好,我明白了 也没有关系 我至少 没有遗憾了 又是一次告白及告别的别离 接下来要告白的是黄蓉 你准备好了吗 我准备好了舞台交给你 我的心动男嘉宾是李星潭 URRM 前面 真的很怎么样 很很变 这个毫无冬我要的感觉 请坐 好 你去 堂哥 真的很意外啊 被你挂上了堂哥 我故意的 你坐然后闭上眼睛 好 可以打开了 这是 我为你准备的礼物 然后可以第一个打开 哇 我特地为你准备的丝巾 丝巾 屁一下 对对对 屁一下 哈哈哈 我觉得这个颜色 这花色特别的称你 你觉得呢 礼物是丝巾 觉得很莫名其妙的 原礼物里的 特别可爱 他真的特别可爱 哈哈哈 那我披着他 对对你 那我接下来打开第二练礼物可以吗 可以 我给你准备的茶壶 这个网周文嘛 就是饮茶 对 这身心好 茶壇 喜欢吗 黑色的 对 哈哈哈 这三件是 我知道你特别喜欢读书 所以我特地为你准备了一个 新华字典 哈哈 有什么寓意吗 特别特别爱读书的话 对你特别爱读书 所以我就享受你一本新华字典 可以 书 茶壶 还有四季 好 准备的也是特别收到 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来到这里吗 真的还不太知道 真的还不太知道 因为我听了你说 啊 比较被动 而且也没有表示出 对哪个男嘉宾有过喜欢 最早的时候 我是在那个《非常完美》上面 就是前两年的时候 你有录制 然后我看到 之后呢 有翻到就是抖音 有看到你在跳舞 我觉得这个男生 挺活泼的 然后 在节目上呢 我有查到你 就是看到你有 在节目上吃鸡蛋 吃鸡蛋 对 还贴了键子 贴了13一个 就跟你的编码一样 13 对 我记得你在节目上 有清楚地说出 你自己父母的生日 是的 就有比较深刻的意思 还是蛮细心的 刚才我还蛮开心 你会坐到我这边的 因为你说 你希望有一个阳光的 对象 曾经的前任 他们的家庭 可能有过一些 不是很圆满 其实 说句实话 你当时说 也是我是唐哥东 我确实 也有过想的 那一点 那一点我只是掩饰 就是掩饰说 对你的就是好感 就是让你放松一下 好 太表白的话 我也害怕 人生第一次 我说句实话 我也是人生第一次 在这个舞台上被表白 我想跟你说的是 其实这个丝巾 不是送给你的 啊 又有其他的 是因为我有知道 你跟你妈妈的感情 特别好 嗯 然后呢 你会叫你妈妈分解 对 然后 所以这个是送给你母亲的 然后 这一个 是送给你爸爸的 你会 跟你爸爸感情特别好 会叫你爸哥 喂哥什么的 对 所以我觉得 特别的阳光上上 然后很顾家 然后这个 送给你的家人的 这个其实也不是送给你的 哦 这个 都不是送给我的 是送给你朋友余生的 哦 因为我有看你直播说 你的朋友余生 他的父母 给他起这名字的时候 就是在下一天 余生 对啊 你还有真有了解啊 怎么了解他 当然有了解 所以就是 虽然你 你的朋友余生 可以收到这个礼物的时候 可以想 想再起个名字的时候 送给他 好 要开始重新起个名 嗯 觉得真的是用心了 让我感觉到 有一些温暖和熟悉 我想把我自己的喜欢 给予我喜欢的人 以及他身边的人 我第一次跟别人 就是这么主动的话 我是想把我身边 别人给我的爱 我拥有的爱 分享给我自己喜欢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以及他的朋友 在我心里 就像一个小王子一样 我是小公主 然后 快到双十一了 我希望 孤独的小王子 你可以不要再 这么孤独吗 跟我一起走 跟我一起走 闭上眼睛 右边 我 我懂可笑的喜事 我还记得 我 我很喜欢这个小王子 而且 后面的星宫 也是我最喜欢的 看小王子真的 我那一幕 觉得 有被真听到 但是我 我特别喜欢小王子这个人物 真的有被感动到 如果喜欢一个人 你会选择告白几次 我会告白零次 我第一次跟别人 就是这么主动的话 我是想 把我身边别人给我的爱 我拥有的爱 分享给我自己喜欢的人 以及他的家人 以及他的朋友 我想跟你说的是 其实这个 丝巾 不是送给你的 这个是送给你母亲的 咱们不分 然后这一个 是送给你爸爸的 孤独的小王子 你可以不要再 这么孤独吗 这真的是一种 对我充满了 温馨的一种 守护一样 就是我 我对女嘉宾上来 所有的 真的 你的每一句话 而且活泼 阳光的向上的 每一点 真的很 我真的是很像 但是 我又不知道为什么 就觉得好像 这是一种亲情 我觉得就像 你说我是你堂哥 我宁愿 真的更愿意 去做你的堂哥 或者是我 我觉得可能 像更像亲情 多一点 握个手 每当累了 总想有个伴 我 不是一杯咖啡 一本书 的 在分开 偏远徘徊 我想这不是意外 未虚落的未来 怎么 看开 眼前后中的阴霾 我们今天看到了一个 勇敢 第一次把爱说出来的女孩 还是公主 你一定会遇见 你的小王子的 那个像小公主一样的 那个人开始关心 你的父亲 关心你的母亲 关心你 关心你身边所有的一切 她不再是那个 没有同理心 疏忽 别人的那个人了 而 月月 她开始慢慢找到 自己的安全感 她知道自己的安全感 应该从什么地方去找 她知道 真正的爱是什么样的 应该怎么样去爱别人 应该怎么样爱自己 所以我觉得 我们不能把非常完美 这样的一个节目 只当成一个 来寻找爱情和感情的节目 它也是一个 来寻找自我 寻找内心的节目 谢谢 今天没有亲手成功的 一定不是有缘的那个人 有缘那个人 还在等着你们 勇敢去追爱吧 谢谢 谢谢 这就是我们的生活呀 要一口一口吃饭 一步一步走路 再一点一点长大 多希望能赶紧遇到那个 陪你走路 陪你吃饭 陪你长大的人 没关系 每周老时间老地点 我们依然相约在这里 非常完美 国文书与国赶走问题机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周再见 我们下周再见